大家好 欢迎收看2019年2月12号的明镜电视 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那么今天呢 在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给大家推出的是新闻简要 好了 关注天下大师 首先是英国的防长或者说是防卫相 他表示要用硬实力来应对中国 但是同时我们关注到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表态 相对是比较的谨慎 我们来看英国国防大臣是2月11号 他表示呢 面对俄国和中国的挑战 英国需要更强大的武装部队展示硬实力 在英国现在脱欧前景不明的时候呢 类似发言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用意 那么对中英关系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都有待观察 那么具体的他是这个国防大臣的加文威廉姆森 是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 有关脱欧后的这个国际角色讲话的时候 他表示了说呢 英军需要以硬实力应对俄国和中国 他随即宣布呢 要将皇家海军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部署到南海的争议海域 以及呢参加美军领导的南海自由航行活动 此番讲话随即呢 就引发了英国多方的争议和批评 首相特雷沙梅和这个国防大臣呢 派航母去这个南海这个表态呢 也保持了刻意的保持了距离 英国首相的官方发言人 回应媒体的时候表示 中国是一个和我们英国有着牢固和建设性关系的国家 那么这句话呢也是耐人寻味 再看中国的经济 中国一月的最新数据 显示外汇储备增加了高过预期 币值创了六个月的最大升幅 另外呢 中国引进外资则是逆势上扬增加了7.7% 最新的公布的数据呢 表示呢中国今年一月份的这个外汇储备的增幅呢 是高于预期的 总计啊 现在的外汇储备是30,880亿美元 在这同时呢 人民币在对于中美之间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基于这个寄望啊 以能应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这种期盼下呢 也呈现出六个月来的最大的升幅 根据2月11号中国银行公布的数据 中国银行是中国的外汇专业外汇行 那么外汇的储备是增加了152亿美元 一年来的创下了一年来最大的增幅 现在总数是30,881 去年12月则是增加了110亿美元 那么看来今年1月的这个增幅呢 这个同比也是有所上涨的 经济学家此前呢 回答路透社的询问的时候 曾经普遍的这个预测呢 平均是增加93亿美元 那么1月份呢 人民币兑换美元升值了2.6% 达到了六个月以来的最高涨幅 而2018年整体呢 人民币是贬值5.3% 另外还关注的就是 中国的黄金储备价值 今年1月增到了793.19亿美元 上个月是711.22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呢 2月12号召开的2018年商务工作 以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那么商务部的综合司司长 楚世嘉透露呢 去年中国外贸成绩超过预期 规模创历史新高 净出口总额 出口额和进口额 那么这三个数字呢 都创了历史新记录 全年货物进出口 30.5万亿人民币 增长9.7% 折合4.62万亿美元 增长12.6% 比上年净增5100多亿美元 今年1月份 货物进出口 仍然保持了增长态势 有信心呢 所谓这个今年保持外贸 稳定增长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称 中国去年利用外资市 逆势增长 发达经济体当中 美国对华投资增长了 7.7% 达到了34.5亿美元 位列对华投资 前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第八位 关注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两党议员呢 拨款 拨发的所需的这个资金 能避免联邦政府呢 到本周末的时候再次关闭 这个两党的议员谈判小组啊 没有公开任何细节 但是呢 国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就透露说呢 协议当中包括提供14亿美元 在美墨边境建造88公里的 新隔离屏障 那么在边界口岸进行技术升级 以及增加海关人员和人道援助 几个月以来 川普总统一直要求国会提供 57亿美元在美墨边境 建造隔离墙 民主党议员称 这是浪费和无效的方法 并说只能同意加强边界安全 但是没有任何 建墙的这个费用 新的临时协议呢 就反映出了啊 这当中的一定的妥协 目前还不清楚 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一项 没有提供他所要求的 全额资金的法案 但是领导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 共和党议员希尔比说 根据他和川普总统行政当局的讨论 他认为呢 川普总统会支持这项法案 目前呢 共和党议员当中 还有一些人呢 反对这项临时协议 我们要知道呢 现在白宫和国会 达成预算协议的最后期限 是本周五 届时联邦政府中四分之一的部门 如果得不到资金 就会再次关闭 联邦政府部分关闭35天后 是在1月25号结束的 那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 最长的联邦政府的关门 另外一方面呢 川普表示 愿意考虑 把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这个日期呢 推后 现在看来呢 他这个主意呢 又有所变化 那么川普星期二表示说 如果美中贸易这个谈判 接近达成协议 他有可能把3月2号 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呢 推迟 那么之前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呢 就是美方的谈判代表说 那3月2号是一个硬期限 是不能推迟的 那么他现在呢 他的老板说可以推迟 那么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 对记者说 如果我们达成 接近达成协议 而且我们认为能够达成真正的协议 我可以想象 我有可能把它向后推那么一点点 但总的来说 我不愿意那样做 那么去年呢 美国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了10%的关税 并且警告说 如果中国在3月1号前 不改变一系列的贸易行为 美国将从3月2号起 把这个对华产品的这个关税 增加到25% 美国目前已经对另外价值500亿美元的 中国产品 加征了25%的关税 美国 中国呢 也对美国啊 这个进行了关税的这个报复 这个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年底 12月1号 同意进行贸易谈判 争取在3月1号前达成协议 那么再来关注呢 是一则啊 这个和环境有关的这个消息 那么中国的北方的这个环境污染的 一向是很严重的 现在呢 出现了恶化的趋势 而且呢 其中一个地方 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指标呢 超过了世卫标准 居然达到17倍之多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39个主要北方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 很可能难以达到官方制定的环境标准 那么官方的数字显示 中国北方两大排放控制区的超微颗粒 也就是PM2.5的含量呢 今年1月同比增加了16% 那么高达每立方米114微克 那么中国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要求 每立方米的这个PM2.5含量不超过30微克 而世卫组织建议呢 每立方米PM2.5的全年平均含量不超过10微克 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长速度一直在放缓 但是中国政府表示呢 不会放松遏制环境污染的努力 中国北方城市1月份的空气污染加重 显示呢 地方政府在环保和提高工业产出之间面临挑战 其中呢 我们看到山西省的这个零分的PM2.5的含量最高 达到了每立方米174微克 是中国环保标准的将近6倍 和世卫组织标准的17倍以上 同比增加了23%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大新闻的新闻简要 好的 那么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现场 首先介绍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媒体的学者 视频人士乔木先生 乔先生你好 大家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著名的网络作家 视频人士 同时也是北京看天下的主持人 邓宇文先生 邓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乔木好 好的 我们今天呢就是开门见山 直接进入话题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中美贸易谈判 刚才这个新闻简单上也提到了 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川普总统是这个思绪呢 这个思维的是异常的活跃 那么现在又提出了可以考虑 那么把这个加征关税的日期呢 稍微往后推那么一点点 这是不是又是他的这种 一贯的这种谈判的艺术的组成部分呢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感觉到呢 现在这个网上呀 或者说我们这个讨论这个美中贸易谈判 经常说到这个结构性改革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呢 似乎呢有一些这种奇异 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共方面呢 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那么现在美国方面提出了这个 对中国要求的这个结构性改革的 这个内涵又有一些什么 我们在话题当中呢 会有深入的这个讨论 首先这个话题呢 我想呢请乔木呢 先进行自己的一番的观点的阐述 最新的电话是2月12号 北京世界昨天呢 美国的名高官贸易谈判代表 韩正部长去北京 进行3月2号 3月1号截止之前的最后谈判 与此同时呢 你提到川普总统呢 学布说有可能推迟 我估计呢 感觉到双方在前期的 从乐观到谨慎 到最后的试探呢 可能没那么乐观 所以有可能谈判比较艰难 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有可能的 所以它要推迟 为什么呢 日久生变 原来说90天 在90天里面 中国内外美国内外 都会发生好多事 特别是你提到这个结构性改革 这个可能不论是双方的理解 还是公众的彩色 都不一样 比较难 我想其实我们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回到去年5月20号 美国世界5月19号 当时呢 刘鹤来代表团 跟华盛顿啊 这边发了个中美的联合声明 当时呢 实际上明确的就提了五点 第一呢 就是说双方同意 减实中美贸易逆查 美国对 中国对美国的逆查 中国的理由呢 说为了提高人们的这个消费水平 提高这个经济发展质量 同时呢 让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要中国同意 购买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 注意是能源和农产品 第三个呢 就是双方 关于这个制造业和服务贸易呢 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第四个呢 就是中国同意知识产品方面 在下保护和美国进行磋商 而且修订专利法等等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双方同意呢 继续磋商 双向投资 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当时这个是双方作为一个大新闻 国内外也把国际所有的松了口气 以为谈成了 但是很快到了夏天 突然又推翻这个 据说习近平老大拍了板了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他同意买美国的东西 特别是说农产品和能源 但是呢 不愿意让美国明确的说 你要买我多少 据说当时美方川普总统要价 要买1500亿美元 那习近平觉得就有点面子挂不住了 因为说把它这么大的数量 不是有没钱有钱的问题 对中国整个经济 一是中国的出口造成的东西 另外对国内的这个 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充力 比如说农产品一下进来了 中国怎么消化 第二买它的能源的话 跟俄罗斯现在有的能源条约 怎么是写的问题 所以最后各种原因双方就停下来了 然后中介美超首脑会晤等等 一系列世界的干扰就犯下来了 那么后来下半年重新会谈 规定的90天的期限 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 就在结构性改革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的理解呢 我简单的说结构实际上 相对的就是一个体系或者系统 好多网民啊 特别是说对中共方面不满的呢 认为说这个希望啊 美国的谈判里要加一些什么 中国开发互联网市场 开发外资市场 政治体制改革 延龙自由啊扩大工会啊等等 这个其实不是结构的反处 这叫整个制度体系的变化 说白了中美基金为之以 现在这个级别的谈判 仍然是一个技术性的 仅仅限定在经济贸易领域的 所谓的结构性改革 我理解简单的举个例子 就像一个墙上有个柜子 原来是有好多抽屉 还有一些挂衣服的杆 你现在把他内部的结构调一下 到底是多几个抽屉呢 还多几个挂衣杆 也就是中国是干买美国 哪些买的多一点 哪些买的少一点 哪些出口出的多一点 哪些出的少一点 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 做一些结构的调整 这叫结构的调整 那么如果你要彻底把这个衣柜打掉了 该说七成一堵墙 或者搞成一个什么呢 988台 那个就不叫结构了 那个叫整个把体系变了 现在显然为止 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 以及他作为一个可行的目标来说 他不愿意出动 也不可能出动中国根本的政治 和整个体制模式 他只是想寻求在贸易方面 特别是在买与卖方面 希望中国能多买一点美国的东西 多卖一点 少卖一点给美国的东西 这是我的理解 那么玉文你怎么看 这个我跟全国说 有点不太相同的一看法 这里所谓的这个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谈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组谈判 就是刘鹤的1月31号 在华盛顿的谈判 中美期间发表了一个声明 当年美方列举了一些具体的 就是要谈的一些方面 包括这个所谓的中国长期美国企业的 即时转弱问题 即时产权问题 刚才乔默也谈到了 还有这个国有企业的补贴与扭曲问题 以及这个服务贸易 这个农业等等方面的市场 这种准弱问题 我也这个赞同 就是说结构性改革 不可能包括所谓的互联网的开放 这个加强工会的力量 以及这个圣洁宝社政治体系改革方面的内容 这当然不属于结构性改革的 而且我相信美方不但川普总统 就是说美方的谈判内容 哪怕是对鹰派的谈判内容 他都不会加接着内容 因为这个东西一方面是与经济无关 第二个方面是你谈了中共 习近平也是不答应的 但是我也不同意刚才乔默宗所说的 这个结构性改革警示 说他买卖方面调整一下结构 也是买粮食多了 还是买这个石油多等等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谓美方所说的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重点的其实就是在后两步 一个是就是说 国有企业的市场补贴和市场扭曲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市场准落的问题 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市场准落的问题 主要是这两点 特别是第一 我们刚刚的上面重点讲的第一点 就是国有企业的市场补贴与扭曲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这个美方认为中国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这里面也谈到 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干预市场 就是说当然哪个国家都是干预市场 一个大和小的问题 多和少的问题 但是中国干预市场是我们为什么讲 轻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呢 那么国家资本主义它必须要有工具 国有企业就是干预市场的一个重大的工具的问题 所以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一系列行为 包括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包括这个市场准落等等各个方面 美方其实是要改的是 这个重点是这么个内容 这样就是我个人理解 这样就是所谓的美方要求的 杰克市改革的一个重点 基于这个即时产权保护也好 长期美方的即时转浪也好 当然广义上来说你也可以属于杰克生改革 但应该不是属于杰克生改革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讲难谈的问题 难谈的就是后面这两点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服务贸易 这个包括中国在制造领域上 它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因为制造领域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 包括制造领域的这个劳动力数字也是很高 所以中国制造的产品 它全世界都能供行掠地 当然这里面有所谓的中国第一轮 这个第一轮传的优势在里面 但是在这个服务贸易里方面 包括在农业方面 这个中国的竞争率就非常低了 如果说你能够大量的这个市场卷入进来的话 我估计比如讲这个中国的银行 或者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等等 还有全面的开放的话 对象会不会有这个会冲垮呢 当然可能是一个严股 我估计是不会冲垮的 因为汽车行业也是一个证明 当年说汽车行业会冲垮 现在也证明没有冲垮 但是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里面包括国有企业里面 包括金融市场 因为这个金融市场重点都是国有企业所垄断的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深耗的利益集团在里面 那么对他们的利益有一个非常大的损害 所以说他们是不愿意改革 也是这个阻挠中国经济转型生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美方所说的结构性改革 与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是高度一致的 那么现在我就觉得现在是结构性改革似乎是一个框 现在是很多人的望里不断的塞东西 加东西 那么感觉让这个结构性改革变成了一种捉摸不透的 或者说现在美中双方也都对这个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没有一种具体的这种阐述 我们只是笼统的知道它是关于这个投资方面的 市场准入方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 包括服务业这个农业的这种开放等等 再就是多买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结构性改革加多买一些东西 那么应该说就是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主要内容 至于说到互联网的开放 说到这个中国2025放弃这个2025的这样的一种 计划 那么我想对于中共来说 这不至于要了他的命 所以说我相信这两点 应该说是所谓中共的这个坚守的底线 那么对于其他方面 至于说到互联网的这个开放也好 或者说进一步隐身到政治领域 这当然是有些包括川普团队的内部的有些人士 也想往里面加带一些这种自己的这种想法 或者是一些私活 那么关于这方面 我想应该说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这种产生的内容 但是我们大概是可以略知一二 或者说知道他这种结构 所谓结构性改革的当中的这个结构 大概也就是这些东西了 那么如果说再多的话 也就超出了这种贸易的这个范畴之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不断的在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川普 川普在不断的变调 一会儿是3月1号之前不会见习近平 那么一会儿又考虑 似乎又说要想有这种想尽快的 或者说和习近平见面 或者是哪怕是进行这种电话交谈等等 那么现在又说到了 我们昨天看到的美方的贸易谈判代表 曾经说到这个代表之一 那么说到这个3月1号 是个硬期限 是不能往后推的 就是到期那就是要夹争了 那么现在川普又认为 我不太愿意 但是我也想到把他这个 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往后 可以推一点点 只要我能看到希望 看到这个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种说法 你们认为就是他一贯的这种作风呢 还是他现在也是自己的这种心绪 也比较繁杂 心境比较乱 我觉得美国的谈判模式和中国都不一样 中国基本上没有北京 没有老大的授权 以及最后的拍板 你这个谈判都是无效的 即使是你在外面谈成了 有可能回去还推翻 美国通常这些部长贸易谈判代表有相当的决策权 因为他是技术官员 也是总统任命的 他非常熟悉情况 一般来说外面谈成的 国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像美国的国务卿 我们说在政府里面外长排第三把手 那中国的外长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缺略 因为他上面还有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副总理等等以及政治局常委 好多人在管这个事 那么回到中美这个 这次为什么这么难呢 我还是想回到这个结构性改革 这个其实可以 根据邓一文刚才讲到 其实可以分为两种 我觉得一种叫软的结构 一种叫硬结构 硬结构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买你什么东西 是买能源买农茶品 还是买高科技 买多买少 这比较硬的 硬的方面其实反而好谈 双方你让点步 我都让点步 你说买一千亿 我说买九百亿 最后总能在八百亿几百亿 能达成协议 这个其实争议不大 中美之界都这么大的市场 这么大的体量 总是能把这个蛋糕做大 总是有个办法 其实最大的问题在这个软结构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这方面金融啊 这些方面很难达成协议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中国的 所谓的独特制度啊 主缺等等 比如说你开发服务贸易 比如说这个信息产业进来 媒体进来了 那中国肯定不干 美国这个又是说白了 你这个能源农察 其实这没有多少竞争力的 美国最大的竞争力 可能在软实力 比如说这些文艺啊 体育啊 这个这个娱乐各种啊 特别传媒 中国肯定不让它进来 另外知识产学来说 知识产学来说 美国老说中国一是偷 另外呢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的不承认偷 说我你看我也在采取一系列 法律啊 包括案例在打击这个 至于你说的强制技术转让啊 我们不会搞强制 但是呢 我肯定不希望作为早些年 那个来料加工啊 就是把我作为一个解决就业啊 给我创造了好多这个污染 然后你就走了 我还是希望呢 在双方长期合作 自觉转让的基础上呢 留下些啊 核心的这个技术 美国又说你是强制 所以就这些比较软的东西上 很难谈 从最后这一次最新的谈判来说 双方其实主要是还是在谈什么呢 知识产学的保护方面 中国方面之前就保 已经承诺了说他们要兴定相关的法律 专案立法等等 但这个东西呢 有个很长的过程 特别从中国来说 如果要跟他玩手腕 那美国人也没办法 为什么呢 我们这还有两会吗 我们要经过一个程序立法等等 这个政府不能记得表态吗 所以呢 我想这些在这东西改革里面 可能硬的好谈 买多少买什么 软了这个东西就很扯皮了 可能也是这是美方呢 也是美方最大的一个贸易增长的体验 也是中国激励排斥的 他说我就简单买你东西得了 干嘛非得开放金融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以前的中共的这个代表团啊 到美国来平息这个所谓贸易纠纷的 一贯用的就是个采购团嘛 采购清单一千就是上百亿啊 这个采购大单 用这种方式来平息 那么这是一种老做法了 那么这个现在呢 美方他关键就是不想用这种 不愿意中方的用这种方式呢 来糊弄 因为这个方法对于其他国家 对英国法国德国比较管用 因为这两个国家中德中英中法这个贸易总量逆差 没有像美国这么大 像那些国家来说 只要我买个几百亿一百亿 可能就差不多能 这方面我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不单单就是说 所捷克选改革的困难的这个因素 这个中美各种理解的不同 包括这个 这个谈判技术 比如刚刚你说的川普 这样这个转来转去的话 有川普各种的因素 川普的谈判风格 我们讲的 它其实是一个 我等级把它盖过三点 第一点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的极限施压 对 第二点谈判风格就是 注重首脑外交 所谓这个领导人的拍板决断 政绩决断 第三个方面就是不注重谈判过程 只注重谈判结果 所以包括这个 刚刚有点我不太同意乔木松的 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 如果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授权 容易被推翻 美方反而比较稳定 但是我们这个谈判都恰恰看到的 非常相反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五点 这个就是刘鹤上次谈判的五点 本来是双方七千谈判 全团队已经确定好了 但是恰恰的畢竟川普推翻了 要继续谈 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 要继续谈 就是这里面这个川普个人的因素 是很大的 那么川普个人的因素很大 我个人看来川普对整个中美结构 中美经济 他并不是很了解 并不是很了解 川普个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再加上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 那么就非常碰到一些硬碰硬的东西 所以他一些硬碰硬的东西的前提下 双方都不能退浪 都不能退浪 再加上就是说 这个美国现在就是围绕川普 确认了很多他自己不利的因素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 他也明白了 就是说九十天内 就是之前是川普所说的九十天 我以前也讲 我有可能就是一个拍脑袋的一个结果 他没晓得就是说 这个中美经济的这种全方位的谈判 九十天内来谈成 它其实就是一个极山西亚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划的一个死期间 这个死期间你必须要完成 但是实际谈得下来的话 我的判断也是双方可能在短时间内 剩下的这十五六天谈成 很可能是再发表一个异象性的联合声明 说双方已经取得了进展 也许再有个期限继续磋商 或者说公布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最近突然改口 说是有可能往后推 因为确实中间又等着了美国的新年 中国的农历冲结 加上这么短的时间 中美这么大这么复杂的双边贸易关系 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在九十天内能把这个事情谈成 我觉得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这个绝非是九十天 那么我很认同的就说一种说法 就是这是一种拍脑袋 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就三个月吧 那么十二月一月二月嘛 那么这个三个月把这个事能办成 那么现在呢 应该说美方呢 现在这种从一开始 这个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之后 很多人就已经是上升到 这种包括这种意识形态之灾啊 理念之争啊 那么现在呢 似乎呢 现在正在把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 这个真谛 把它越来越凸显出它这个本质 也就是贸易谈判 你至于上升到这种意识形态 上升到这种国运啊 上升到理念啊 我觉得这都是有些人的 当然了贸易和这些这个政治呢 是不可能完全脱钩的 但是呢 现在看来关键的 我认为呢 就是之所以双方有这种降温的这种意愿 还是认为呢 还是看到了贸易战这个打起来之后啊 包括这种对市场信心的这种严重的损害 包括对世界经济未来的这种严重的扰动 我觉得现在呢 造成了双方的逐渐的在冷静下来 中方的也不再用什么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了 这个这种说法呢 都似乎呢 从这种报道当中的这种字眼都已经消失了 现在就是干脆啊 谈吧 能谈到什么程度 就谈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现在就是靠细节的问题嘛 双方今天负责靠细节 对对对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 对于3月1号之前能达成协议的 是比较乐观的 就是说这个协议当然就是说按照 双方本来的都 尤其是美方所坚持的这种标准 能达成这种协议的 表示乐观的 我想请问 郁文你感觉乐观还是悲观 我觉得3月1号 我觉得3月1号 包括大部分达结一个具体的框架 包括大部分的谈判会落下来 但是也包括它具体的一些 刚才所说的我们讲的 捷克省方面那些 比如国家企业的补贴的问题啊 这个服务贸易方面的进入问题的 这些是具体的行业啊 可能会有会留在记号继续谈 但是一个大的框架 这个谈判框架就是说 包括这个具体的成果也会录录 说说3月1号我会 我觉得也会有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本身呢 川普他自己的这个标准也在变 那么一会是这个原来是毫不让步 那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呢又感觉到 如果能让我看到一点这种希望 或者说让我感觉到有这种可能性 我可以考虑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乔姆你认为这个3月1号之前 按照川普或者说美方原来 所制定的这个标准 就是所谓这个硬标准 那必须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能达成这样协议的可能性 有多大 或者你乐观还是悲观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乐观 3月1号之前可能会有一个 阶段性的 异象性的 但不是一篮子解决的一个方案 可能双方继续接触 就一些问题继续接触 特别是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就是说中美的首脑会晤 就像金三跟川普的会晤一样 有可能一些需要双方领导 也许在四五月份或者什么时候 有一个决则性的一个谅解 再进行技术性的磋商好一些 也就是说如果要量化的话 5月31号能完成60%左右吧 特别在一些具体买什么东西上面 也有可能能达成协议 但是更复杂的可能要留到后边 对 那我看到现在川普的说法 就是说是兵对兵 将对将 那么就是说你们先谈着 喊不下去的这个部分 由我和习近平来最终拍板 那么现在也就是 他的意思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 那么现在也就是看看 现在双方的实际上 这个标准的都在降低 尤其是美方这个标准 掉门也在降低 从原来这种毫不退让毫不退协 回到这个标准掉门 我其实想最后补充一句什么呢 就现在你看网上 特别是海外对中共不满的一弄 认为说川普对中共多么横 他打贸易战 其实你画个角度来说两方面 第一方面到底这个贸易有多狠啊 因为这个贸易战 实际上双方都有损失的 真的不是说下在战略方面 或者在政治方面施压了吗 另外一方面 即使说贸易战真的非常狠 对中国的触动很大 其实从更大的方面来说 反而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 贸易转型 这个意义上其实对中共的有利的 我正想中国从转型了 国内原来推不动 那么现在经过外界的干涉 反而对中国所谓的2050这个制造业升级 包括整个这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个转型 可能有很大的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川普恐怕不是中共的掘墓人 恐怕是中共财业升级的领路人 所以也很难让它收入出来 其实关于这个中美贸易 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朝核问题谈判 这个对比来看 就是第一度 我们讲当去年6月12号 川普跟今天见面的时候 外界呼声也非常高 非常高 谈起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结果谈起了一个是一个也算的连框架上都算不上 只是一个方向性的这么一条 也挤出了四条里面只有一条 所以无二话的这种东西 后来这一条虽然说 这个经济人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 采取了一些契合的步骤 但是后来基本上停滞了 所以说有需要第二次 满二月份的第二次来谈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谈判 比朝核问题它的设计的范围就是更广 因为朝核问题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 中美经贸的问题是一个设计范围非常广泛的问题 它有很多艰难的问题 所以只希望一度谈判 或者只希望他们两个人一次会见就能解决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他要进行第二次发展第三次会见 才能最后的最终拍完去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放放因为事件关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次美中之间贸易战 中国的华为也是首当其中 强打出头鸟 现在是命运多舛 那么现在是不断的受到打压 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 就是说华为在非洲大陆 非洲一些国家用这种行贿的手段来获取一些商业的利益 那么现在进行这个调查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士也是认为 在华为在欧美地区的开展业务 应该说手脚还是就说 所谓比较干净吧 就是说没有这种用这种行贿的手法 那么在非洲有这种情况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那么这个非洲这些很多国家 也就是华为所开展业务这些国家 很多国家自身政府也是很腐败的 那么非洲一贯的这种前途 让人感到悲观的原因 也就是一个就是一盘散沙 再一个就是腐败盛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对华为进行这种调查 是不是有些政治用意在其中 我想首先请郁文谈一下 确实最近这个国家自身报道 华为在非洲 包括这个非洲和这个南太平洋 等一些老国 用所这个神会的手段来 获得这个商人这个合同 其实这部分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 那么信号呢 这个有些问题 我们先写 可以了吧 现在可以 我说这不奇怪 中国其他的企业也是一向是这么做的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我觉得对外界曾经奉送了中国一个 一个做好新殖民主义 那么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指责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你采取的是一些行贿的 受贿的这样一种手段来获取商业合同 所以说放在这个景大的背景下了 这个华为采取这种方式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这是华为的原因吗 我觉得这可能不单单 不能简单的把它归咎华为的因素 就算刚才你讲的 它在澳美世界上为什么不采取神会的手段呢 这就是因为当地的环境问题 当地的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非洲 包括南太平洋岛国那些地区 政治上都是一个观众高级非常厉害 虽然他们很多国家也是实行的所谓的民主体制 但是这种民主是一个出之的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 所以他们那些国家在非洲大陆 你如果不想去行贿你就拉不到这个合同 拉不到这个合同 其实这种情况不单是华为 西方企业了 我们讲西方企业要去的话也是一样的 比如讲最近加拿大爆出的 现在特鲁多的这种有可能干预加拿大一家公司 对 建筑公司 这个建筑公司也是到利比亚 12年的事情到利比亚 也是通过行贿秀会当时卡扎辉 这家公司的高管跟卡扎辉的儿子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高管的行贿手段 就是说在这个发生震灯的时候 想把卡扎辉到埃德偷渡到这个墨西哥去 所以现在在闹的就是特鲁多这个有可能会累一点麻烦 不是我们还可以看到 不是说别的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吧 中国市场也从来不出了这个行贿社会的宠闻 当时这个欧美的大企业 欧美的公司 包括港台的公司 包括日本韩国的公司到中国来 都是通过这个神贵社会的手段才进来进去的 我们看到前几年有这个对中国领导的儿女的一个报道 这个包括《德时报》 这就是比如讲对中国前总理温家宝 他的这个子女的这个报道 你把他们的子女到这个自己的大公司去 甚至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这种情况在中国来说早生年非常普遍 估计这两年可能会有所改正 所以说这个神费也好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公司的问题 再一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点是 所在国的这个国情 所在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所在国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因素的一个综合的意思 上非洲那些国家的话 普遍的是这个腐败的 甚至说是非常非常腐败的 包括我们讲这个台阶段的印度 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领导最多的民主国家 它同样国内也非常腐败 你企业到印度去也要搞一些这个我们讲 就是行费消费的一些动作 你才能获得这个商业合同 所以说但是因为现在华为这个被全盯着 被美国盯着 所以说大家这个把这个眼睛都集中到华为身上 你这个取得这么大的商业群众 华为我们讲现在这个商业项目 包括这个去年的这个取得的这个利润等等都非常高 包括产值 那么你是不是通过很多的这种手段 这个神费收费的手段取得的 所以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关注华为 就认为这可能是华为的自身的因素 那么很容易把这个这种因素取材在华为这个身上 好像这个西方企业就没有一样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发现说是当地的这个政治环境就是非常干净一样的 那你认为这其中有没有这种政治因素的考量 当然有政治因素的考量 就是这个时候说华为这个在行贿的话 这样的话就对你来的华为的形象是一个 又是一个不来说是毁灭性的这个打质 即使是说它会扣个帽子 你华为在非洲存在这种很多行贿受贿的线上 那么你盗窃这个所谓的这个其他公司 包括美国这个公司的这个产品 或者说是你搞什么这个建筑行为 或者你搞这个给伊朗的这个卷移 这个什么这个美国的产品跟伊朗做生意 这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你自己一上市就是并不朽 就是不遵守商业合规的行为 不遵守商业的精神 那么自来会既然会行贿受贿在其他方面来着 也就可以解释的东西 其实在其他现象也毫不奇怪 所以说 我觉得不管说 相比这个行贿这个事被爆出来 而且被多国爆出来 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 第一呢不道德的 第二是违法的 第三从市场竞争来说 对其他的那个竞争伙伴也构成不公平 试想大家如果都在行贿的话 这个社会就乱了 但是我想这个东西还是不应该政治化 它有什么样的这个行贿罪 不要把它推广到一个整个制度性的话 要是说中国的所有的企业 或者是哪个行业都在行贿 你注意到华为现在在欧美市场 尽管面临着各种这个质疑跟指控 但是呢还目前为止没有爆出行贿 更多的是商业欺诈 什么知识产缺偷窃等等 也就是说 其实跟所在国的这个情况有关的 另外呢 作为华为企业来说 也跟其他的企业比较 比如说谷歌有一个有名的这个传统 叫做不作恶 那是因为谷歌它是相对来说 做一个软性的 我们说给予这个信息互联网界似的 一个高科技企业 华为呢跟这个腾讯啊 谷歌不一样 它是有实体的 它搞网络建设 搞基础建设 搞设备 这个东西你非得落地深耕一样 非得落地一样 落地深耕 这种情况下 所在国这种刁纳用钱开刀 花钱买效路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 我补充一下刚才邓一文 他听到好多欧美的企业 他只讲最近加拿大这个 实际上我这查了一下 这么些年来 西方欧美的大企业 报处许多 光在中国行贿 因为中国这个主管的官员 地方官员 部委官员 卡拿药是不是 这些什么企业了 沃尔玛 朗胸 百事可乐 德国的西蒙子 这个比利时的辉瑞之药 法国加勒服 IBM 摩根斯坦利 爱多克多美自南方 葛兰 葛兰 葛兽史克之药等等 所有的企业为了在中国拿到订单 都有各种各样的商业贿赂 当然这个手段可能比华为更多样 从传统的这种送钱 送礼品卡 夜勤等等 还有更多的类优这种国际 企业这种便利 比如说邀请在国外开会 其实便下旅游 给子女再提供就业 比如说把她的子女安排在企业做高管 做投资顾问 为购置房子 等等 例如这个咨询费 技术服务费 顾问费等等 这个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而且在好多国家 在美国 德国进入的这个 形式指控起诉阶段 反而是中国 装弄作业 不吭声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非常灰色 你说他这个邀请去夜勤 去考察房 所以画过来说 这其实就是中国古语讲的 就是局深淮南则为局 局深淮北则为直 还是跟这个所在国的这个营商环境有关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事情爆出来 对华为这么一个成长性 还算好的企业来说 也是个好事 它应该以后更规范的一点 像谷歌这样发展 当然谷歌现在据说也面临着一些变化 因为这个有时候作为企业来说确实挺难 既要守道德 既要人群增长 确实都挺难的 的确这个作为一个商家 作为一个企业 不管是大小也好 要有在这个所经商的这个所在地 如果说完全脱离所在地的这种条件的限制 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有句话 入乡随俗 现在呢 华为现在主要呢 因为是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或者说是一个 注目睽睽之下的一个显著的目标 所以说呢 各方面的这种报道呢 都会让人觉得很敏感 或者说在放大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先放一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进入到美国的这个国内政治 现在呢 2020这个大选呢 已经是拉开了 逐渐拉开了这个序幕 我们看到了 在民主党方面呢 这个有很多的女性的参选人啊 现在是跃跃欲试 包括这个来自 马萨诸塞州的 伊丽莎白沃伦啊 这是以她为 应该说是目前殖民度算是最高的 那么现在呢 已经有大概五位的这个女性的参议员 那么我们知道呢 以前的美国这个 似乎州长是 这个总统的 这个 帝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或者说是 这个这样的一个 那么现在呢 是参议员成了总统的摇篮了 那么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 有25位的 之多的女性的参议员 所以说呢 这些女性的参选的热情也是非常高 尤其是在川普执政之后啊 他对这个女性选民的吸引力呢 明显的是要差一些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民主党方面 虽然推出了很多的候选人 而且那个参选人数目前总数已经是超过了30 那么还没有这个开罗呢 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摩拳擦掌了 看到这个2020 现在是2019 应该说已经是进入到这个即将展开这个大选之战的这样的一个前夕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民主党的势头呢 虽然说这个跃跃欲试的人很多 但是我们感觉到似乎缺少一个啊 类似于像啊 比如说啊 啊 比尔克林顿啊 像奥巴马这种有个人魅力 有这种啊 优秀的这种执政能力 啊 有这种良好的啊 这种形象等等 这些的这种外在这个内在的这个诸多条件呢 似乎这些候选人呢 都和川普相比啊 比如说还有人说到这个拜登啊 这个拜登啊 还有说到这个 呃 桑德斯啊 那么这些人士呢 似乎啊 一个或者年龄偏大 再一个呢 缺少一些魅力 同时呢 自己的这种施政的这种记录呢 也不是很好 民主党方面 虽然说这次赢得了中期选举 但是看来在2020大选 总统大选争大位的时候呢 我想我的个人感觉 如果说川普不被啊 弹劾或者说啊 不遭遇重大的这种丑闻 或者说啊 他的这种执政能力出现重大的纰漏的话 我感觉2020川普的 获得连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呃 但是对于民主党方面呢 现在就是缺乏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灵魂人物 对于这个问题 乔姆你怎么看 自打2016年啊 美国上次总统大学啊 这个各路抓家啊 包括我也是政治学博士啊 也当年跟踪这个学局 预测绝大多人都错误以后啊 其实很难再做预测了啊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啊 特别像美国这样的学举大戏 我想啊其实还有未来还有差不多22个月啊 到2022年2020年11月投票啊 这个第一年多会发生好多事儿 其实我们不做结果预测啊 单纯的就尤其是作为华人啊 看热闹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啊上次尽管预测错误还是有根可惧的啊 有根可惧的 比如说啊 希拉里克林栋在这个普选票 就是选民票其实是多了300万票 但是呢在美国之后特有的制度里边啊 他输给了规则 学举人票啊 他少于这个川普 所以现在预测是越来越难了啊 因为既有每个州所谓这些摇摆州的变化啊 川普主要拿到这些摇摆州啊 这些蓝领投了他 但是那些传统大州还是投了这个希拉里 越来越难预测 我想啊 现在这就像竞选就像马拉松一样 刚刚开始啊 谁强跑几秒 甚至谁在领先 谁在第一集团 还是在第二集团 都不是看不到最后的结果 往往是强打出头鸟啊 越容易注目的啊 最后可能背下这篮 特别是在这十多二十个月里面 各种媒体的跟进啊啊 对手的这种攻击啊等等 会出现好多事儿啊 我想我们就是看热闹里边 你刚才提到的有几个特点可能值得注意 第一女性明显的增多啊 从现在冒出这个啊四个五个女性啊 既有这个像七十岁的啊 我觉得这个沃隆可能性不大 他很资深毕竟七十岁了 没有什么优势 让他上还不如让希拉里再次出来了 倒是那几个五十几岁了啊 你这个女议员啊有有有可能啊 但是呢美国社会肯定是需要一个女总统 是不是说就在这一次产生呢 恐怕还是我觉得还是血 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已经有了 在现在已经有117位的这个 众议员参与啊在这个美国的国会 这是非常可疑的现象 第二个其实就看到这个少数主义的特点 我们注意到这个沃隆这次有一个啊 伊丽莎白沃隆有个特点就是说 他这些不是闹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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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故事 他有印第安人的这个血统嘛 最后一测的话1%那可能还没我多呢 我说不定还有10%的印第安去的 因为我们知道印第安人从亚洲过去了 所以现在又强调这个少数的主义 自打奥巴马以来 美国总统爱打这个主义牌 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啊 这个飞夷啊亚裔啊 提到亚裔的话还有一个人 其实我们这次提一笔 就是说有个叫杨安泽的一个第二代华人啊 谈完去的华人 他现在呢也在拉票啊到处这个败票 希望能赢得党民主党内的提名 这亚裔大概是在100年前差不多啊 当时菲律宾当时夏威夷有一个有一个华人 第一次竞选过失败以后 他好像没有过啊这是非常 另外呢还提到一些 你这个你候选人里面有一些印移的 也非移的这都是可以的变化啊 第三个我想其实这个对于共和党来说不着急 因为一般来说啊特别是从老布什以来 过去连续三四届来说总统 在任总统连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呢他掌握媒体资源 掌握曝光率啊他掌握这个行政能力啊 他天然的就有这个啊 我们说是是有优势的 只是进攻方更难一些 进攻方最难的是现在不在于啊 首先要通过在美国这种特殊的啊 叫两党政治里面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 比起欧洲要差一点在于它再怎么变 也是两党政治 你很难跳入这个两党的框架 首先你要在民主党内部扎出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啊 你记得当你奥巴马跟希拉里的第一次进选之后 后来是希拉里做出让步 奥巴马出来了 所以现在这些人可能别看他啊似乎很看好 最终只能出来一位跟共和党对面对决 所以我们只是看起这个特别吧 我感觉反正民主党现在目前的就是山中无老虎啊 猴子成大王 那么个个都在摩前擦掌跃跃欲试 但是的确呢 能够挑头的单大梁的 挑大梁的这个人物呢 的确我目前还没有让人感觉到有这种迹象啊 或者说没有看到啊 这个人一看的确 作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总统像吧 有没有这种总统像 当年这个奥巴马在这个2004年 当时竞选的时候 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说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就认为哇这个人有总统像啊 那他果不其然2008他赢了啊 那么这个当然了这是这是一种啊一种人们的这种印象 但是就是说从民主党目前的这种整体来看 我认为呢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呢 主要还是因为啊对于 川普上台之后的一系列这种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 而并不是说人们就很喜欢民主党 或者很认同民主党啊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说民主党 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 就是说他的这种理念 很多理念是很新的 或者说是很有引领性的 也是有先行一步先进的 但是呢往往他的这种因为这个焦点 关注的这个问题过多 导致呢没有一个重点 或者说在大选嘛 毕竟要拼的是耐力 而且是步步为营 而且要有这种啊引人入胜的 或者说啊能够让人啊一目了然 啊很容易记住的这种理念和正刚 那么对于川普来说 他就是重复他那几句话啊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这个的确是 虽然说很简单 但是很好记 所以呢大家也慢慢的 就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 当然这只是一句话了 这是举个例子了 那么玉芬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预测 我这个前一阶段我看了一本书 叫做是经济学人的这个美国 这个版的这个主编写的 这个一个右派美国 右派国家 这个书 这个书就解释了 我们讲这个 解释了这个 其实从上个世纪 这个尼克松以来啊 包括里根时代以来 这个美国整体上右卷的 这么一个 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基本上 无论是民主党也好 这个共和党当然不用说了 整体上美国都是在往右转的 往右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选的话 就输入天然的对共和党有利 对民主党不利 民主党不利 但是现在看来 从这个美国中期选举这个民主党 这个重掌这个国会众议院来看呢 似乎刚才这个安法讲的说是 并不是说看好民主党 是因为对这个共和党 对川普前期的这个政策不满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因素 但是我们讲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总统选举 它会有很多的意外的因素 比如讲这个川普当时选总统的时候 谁也没有看好他 但是他就作为一批黑马 托人而出 托人而出 民主党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的黑马呢 因为现在几次说 这个参选人是一个报名 还没有这个开始 这个金刀金刀的干 除非有这样的黑马出色呢 我觉得也难说 也难说 因为在进入了竞选过程的话 高零的理念 他不就提出自己的一些理念出来 你说虽然当然现在 他肯定不会有自己的理念了 但是到了之后 精正正选之后 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理念出来 现在对于未来 是不是川普当选的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首先还是决定川普 在幸运于这两年 他的这个内政包括外交所做的情况 所以在这方面又刚才也谈到了 这个所谓中美贸易的问题 关于这个美超这个桥核问题 也都是川普的一个烫手的三欲 烫手的三欲 也就是属于烫手的三欲 他做的好的话 他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对他的未来的精神有大有好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就肯定会搞砸 会搞砸 这是一个方面 包括这个川普 这个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估计我们讲 因为这个包括建长 还包括其他方面 有民主党的反对 他在内政方面 估计川普 我个人认为是未来两年 幸运的两年 很难以无所作为 而且从未来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经济学者普遍认为 美国从今年开始的 有可能又会重蹈一场危机 有可能会重蹈一场危机 如果说他未来两年来 真的出现这种危机的话 那估计可能就是 他的总统构选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看他未来两年的政治务力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 就看民主党所推选的 会不会有黑马出身 那么从现在看到的 对30位 30位要么年龄偏高 要么就是理念偏极端 比如双德斯的话 我们讲他是一个信用社会主义的 还有可能是其他的 包括小说主义的等等等等了 跟现在的这个 我觉得这未来民主党 肯定是说要推出一个既有形象 形象好 又能够提出迎合美国主流社会的 那种理念的人出来 那么这样的民主党是不是会有呢 我觉得目前苏很难看到 但并不表示一定没有 一定没有 因为到时候还刚开始 有些人包括这个 在民主党这方面 我们也看到 共和党这方面也看到 有一次人出来参选 比如讲星巴克的老板 也算是亿万富豪 也要跟川普来一镇高下 共和党这边 那你只能以 要么你令组党 以独立人士参选了 因为他这边肯定是 共和党要提名他连任的嘛 但是我想川普里面 其实有个最大的意外 大家也不要获释 就是说现在一月份以后 民主党拿到了 中越的多数 川普现在国内面临了好多问题 比如说这个穆勒调查党 一直在调查 他跟俄罗斯这个勾兑 包括纽约时报之前报道了 他年纪时候的设计偷税 避税这个庞大的数目 还有一些的 现在随着这个亚马逊老总报出 这条超会有两项 这个跟叶星 有这个丑闻 花钱 封口费这些事 川普这个人 我们知道在他过去 没有从政时候 是有好多劣迹的 那么民主党现在找到国会多说 会不会掩耳不发 到事实的时候 悄谋生息的在调查他 在事实的来采取 这种类似于弹劾 或者通过这种媒体 把他搞臭 以致影响选民的判断吗 都是有可能的 我感觉 我感觉如果说 对国家的忠贞方面 他如果把跟俄罗斯 跟普及这个勾兑 不能说清楚的话 恐怕会大大影响选民的 一个对他的一个忠诚 这是一个重要一因 就是说 这个川普各类的劣迹 包括这个通俄门事件 民主党肯定是会抓住不放的 包括比如讲 他竞选不利的是要放出一个 一个突然又放出一个什么 对川普大大不利的丑闻 但是如果觉得丑闻的话 没有对川普勾进一个致命的打击的话 假如说他内政 包括外交取得了突破的话 很难让川普就说 我感觉就是说 因为这个如果说换在两年多以前 如果说一下抖露出这么多的这种丑闻 或者是劣迹的话 尤其是包括和俄罗斯方面这种勾结 那么我相信可能对他的这种打击是一种具有致命性 现在关键就是说这种打击到底是能不能一见封喉 或者说还是不疼不痒 如果说不疼不痒 不仅对他没有这个损害 我认为可能反而还有注意 所以说他现在呢 就是说要抓他的也是拼经济 他的经济如果能搞得好 或者说在外交上 比如说和这个在金正恩 朝鲜问题上取得一些 至少是在不闹事 那么这也是他可以吹嘘的一个资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加上民主党方面 没有抓住机会 或者说抓不住机会 或者说这个机会本身就不存在 或者说这些人呢 他不具备这种领导人这种素养和这种资质 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呢 民主党这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加上乔木刚才你说的这个 在任总统一般连任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的确他手上这种资源是现成的 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就可以用 那么对于这个挑战来说 除非我有这种过人的本领 或者说有这种超强的耐力 否则我想这种获胜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说现在可能大家对这种民主党中期选举 获胜的可能有一种夸大的这种 这种影响力可能有一种夸大的这种说法 实际上我认为民主党目前仍然是 你说 其实从民主党 我们讲的民主党里面有两个 就是说就是北尔克林顿跟奥巴马 这两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获胜呢 民主党应该从他们两个人的获胜里面 就找经验 他们两个人的获胜 我们讲那时候关键的时候又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形象比较好 特别在克林顿的形象非常好 口头也非常好 奥巴马的口头也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他们跟川普要提出了一个 在当时来都是很新的能够充分美国人的一个理念 我们讲的川普这个奥巴马的时候 当时也是比较变革的大旗才上去的嘛 川普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让美国带着伟大的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说这个未来我觉得就是民主党要推举一个 要想打败川普的话 必须要在这两个方面做空 推出一个形象好的 口头好的这个理念 另外一个就是说要一个新的 重新来一个吸引美国人的理念 我倒觉得未来我要简单的预测的话 就是说川普继续连任 同时民主党内用中期选取这个优势 把这个在未来两年化解的时候把参议月也拿到多数 这要民主党控制整个国会 这个总统啊 川普来干 这样的话美国这个岛征啊 俯乐之争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可能就是 川普就是请问一个洛系总统的 美国历史上是有这样的 但是川普这个弱势总统呢 他有什么大嘴 他有这个愚弄啊 有社交媒体优势 所以他总统再弱势 他毕竟还有他的行政决策 他可以通过行政订啊 这个也没得 我觉得这个也没得 就是说川普不知道进入这个丑样的 大家对川普的丑业也省丑疲劳 同时对他的推文推特的功劳 现在也不想当初那么哼扬啊 是 慢慢也都接受了 感觉呢 刚才乔木说那种场面场景呢 可能我认为可能现在是挺大的 比如说民主党拿下国会两院都拿下 然后呢这个川普呢继续这个美国选民呢 一般也都是把这个石子呢 往不同的盘子里扔的 也不会就是都往一个党的这个篮子里扔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啊 因为时间关系 大家谈的都很 我们几位谈的都很这个啊 争论的也比较激烈 谈的也很尽兴 我们有时间关系呢 不得不说一声啊 跟观众说一声再见 也感谢啊 我们今天我们嘉宾的精彩的这个点评和梳理 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见 网站